韩国最新民意调查表明,经过连续八周, 文在寅的支持率下降之后,如今文在寅的支持率跌到了58%,未上任以来最低水平,相比之下,去年6月他上任一个月,时支持率高达84%,可谓韩国总统支持率的新高,为何一年下来,似乎没有犯什么大错的文在寅支持率下降如此之大呢? 首先,我们了解一下文在寅当时支持率高的原因,普简会下台时,韩国政局一片乱象,需要新势力来重振局面,而文在寅就扮演了这么一个角色,其竞选是声称要改善韩国经济局面,改变韩国外交策略等一系列表态,赢得了韩国选民的支持。 其竞选中一个非常有力支撑点是,他对于部署萨德有自己的看法,认为韩国不应该在强国之间立场不明,为别国作伙中取利之势,这是他赢得大量选票的重要原因。 现在看来,当初他的许多表态,仅仅是表态罢了,萨德系统最终落地韩国,韩国整体上倒向美国,制约中俄的态势明显。 当初号称的不应该在强国之间立场不明,如今确实没有不明,只不过是全面选择远交进攻的策略。 这些举动的一个主要后果,就是中韩之间的经济活动没有得到改善,反而更加恶化,没有处理好国际外交关系,导致与邻国关系紧张,进而影响韩国经济发展。 这是文在寅支持率下跌的根本原因,民意调查显示,过半反对者对他的不满,在于经济方面的问题,尤其是有四成民众认为,他们有解决经济和民生问题。 虽说经济发展与众多因素有关,但是韩国目前的经济问题,与其外交有直接关系,甚至可以说,正是他们选择无视中国的呼吁,破坏中韩关系,才导致韩国如今现状,和中国闹掰了。 受苦的自然是韩国人民,这么说一点都不夸张,中国人可能没有感受到中韩经济交物的后果,但是韩国人却有深切体会,中国是韩国最大的出口和进口国,出口额大约占25%,而韩国在中国的进出口市场里却没有那么重要,何况,中国拥有完整的内循环基础, 而韩国则没有,失想,第一大出口国限制你的出口,韩国经济能好吗?正是因为如此,韩国经济才难以发展,民众才会有怨言,这也就为文在寅支持率下跌埋下了普比。 当时部署萨德之时,虽然韩国国内有反对力量,但是确实有大量民众受到蛊惑,而呼吁部署萨德与中国对抗,文在寅很可能在国外压力之下, 又受国内民意绑架,选择了接收萨德,不过,对于普通民众而言,最重要的就是民生问题,如果只是为了暂时的支持率,跟着不理智的声音走,结局必然十分惨痛,正如文在寅现在的处境, 如果他不努力改善中韩关系,那么韩国疲软得轻,即会让民众越来越失去信心,支持率继续下降,也就是必然的事, 严正声明,多家自媒体未经授权,在微信平台抄袭阿尔法军事的文章,给我们造成很大困扰,如果有需要,请光明正大的联系本号管理员开白名单,原创不易,谢谢配合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